你说李沐豪啊 他有可能这个加盟北京队啊之类的 怎么讲呢 就是北京队啊 其实最瘸的还是这个外援队角色 你看不看到 之前我讲嘛 北京什么打广东啊 内线扛不住如何 这不扯呢吗 看不看到比赛啊 什么这个广东队面对北京 他稳稳占据上讽啊 北京队没有资格跟广东整冠的 其实今年看下来 恰恰就是北京队给了广东最大压力 内线什么 防不住广东队的冲击 就算说有一些连 北京这块防的压力都没有那么大 这是事实吗 因为什么 现代篮球啊 他不是搭上一对一吗 尤其一支球队啊 特别擅长体系性防守的 我联防加击 对我对协防限制 不是不能玩的 我非得跟你一对一啊 李沐豪呢 就是怎么讲 他这个球员定位啊 也是属于哪种 这么些年了 没有明显进步 基本上原地徘徊 你要说真有他的话 差不多啊 属于什么 进攻段稍微密个缝 可以 指望他大量的攻击 这是不现实的 防守端呢 储备一个吨位型的大中缝 可能说呢 在你面对啊 你比如说谁呢 像辽宁 韩德军那之类的 你有更多的防守选择 你整体打法呢 能够相对更加丰富 你不能说 把他跟这个广东 对苏伟的作用 直接对比吧 但是李沐豪呢 他攻守两端 其实哪一方面啊 这层次来讲 都谈不到什么拔劲 李沐豪啊 这些年基本上原地徘徊 攻守两端 差不多属于什么 中央六四零一种层次 这指望他起到关键作用 挺困的 这李沐豪嘛 秋天没有李沐豪好用了 秋天呢 机动型内线 他这种球员呢 说实话啊 尤其考虑到目前为止 秋天啊 进攻段呢 多少这样一种意思呀 有点劲子啊 他的天赋层次 那肯定比不了李沐豪 这玩意就看你怎么怎么看吧 但是怎么讲呢 就是李沐豪到了北京呢 就是阵容深度更加饱满 就是内线位置呢 有了更多选择 但他我感觉啊 谈不到是一个 真正的决定性的力量 这个当然西边演员 通常没有真正的重磅脚异 就是说核心级别的球员出走 这种一般都非常少吧 一般来讲就什么 差不多就是 有秀的角色球员 能够一定程度上进行流动 真的说顶级高手很少 你这些年 你看到哪个顶级高手转会了 除了这个当年巴特 你其他没有吗 哪有顶级高手转会呀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有秀的角色 你这些年巴特